在今后的五到十年的时间里 香港一定要发展和巩固 其上游的原始研发优势 将更多的原始研发成果 落地成为商品化产品化的 一些课创成果 我觉得香港的企业应该多了解过程 然后也尽量去培养人才 还需要保持对国际关系的了解 好让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在 祖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香港有很好的高校 有很好的科研成果 也都长期致力于成为 国债创新人才中心 我相信香港可以发挥所长 服务国家